我的定義 我覺得韓國他是有時以來被媒體 圍剿最慘的候選人 圍剿的非常慘 其實混口插個話 其實我覺得候選兩個字可以拿掉 的人 真的啊 你自己想想想看吧 的人吧 的人 任何人 演藝人員 政治人物的人 被圍剿也其實這個 從來沒看過 因為我們講大眾傳播媒體 當然現在有一些很多的自媒體 比如網紅 直播什麼 我講是大眾傳播媒體 因為以我們七十三天再投票的話 最後決戰的還是大眾傳媒體的影響 會比自媒體 自媒體很難去把它量化 我們從一九九六總統之間來 基本上 我這樣對媒體比較關鍵 基本上是分庭抗禮的 因為從李正輝那一次第一次選之後 藍綠媒體 我們中間有政黨輪替嘛 阿扁總統 馬總統 到蔡總統 也有政黨輪替過 那我的觀察是這樣 2020年總統大選的 這個綠色的繼續挺綠的 這個這也沒話講 很明顯綠色繼續挺綠 挺蔡總統 可是有些藍色就不再挺藍 本來是可以五五波的分庭抗禮 但是這一次中東大選 有些藍色不再挺藍的 這個很奇怪 那九合一大選 韓國瑜他是有空戰的優勢 那時候連綠色媒體都對他很捧場 去年的時候 韓國瑜在高雄引起那個盛況 三商的造勢啊 然後貪吃什麼的 那時候他有空戰優勢 可是現在呢他的空優已經不在了 這也就是這個 這個許說阿維講說 這個空軍完全被鎖住 為什麼空軍完全被鎖住 所以我為什麼對韓國瑜的選情 我會比較擔憂的原因呢 因為就像剛剛佑正講 就是說他是有史以來 被圍剿最慘的人 最慘的人 被圍剿這麼慘 那被圍剿這麼慘的 這個狀況呢 韓國瑜要怎麼去突破 呃佑正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緊囊妙計 但是如同你剛剛前面講的 我會希望韓國瑜把這個 呃剩下七十幾天的時間 能夠趕快 因為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我認為韓國瑜會贏 我也會把我的票投給韓國瑜 但韓國瑜不是我爸 不是韓國瑜講什麼都對 你如果覺得韓國瑜講什麼都對 那我就我就我就不想跟你談 因為他講什麼都對 所以我跟你談什麼